刺客 有刺客呀 快抓刺客 坏了 那些人心里奇奇的 咯噔一声 立刻就想离开 然后一转身 身边便轰隆一声 腾起了十多米高的烈焰 这么大的目标 立刻就引来了魏央宫外守卫的士兵 以及暗处的修罗成高手 片刻之后 就传来激烈的打斗声 跟他斗 玩不死他们啊 黄北月躲在一个角落里 满意地看着那边的打斗 要是这些人被抓住 查出是魏武臣的人 明天的丰厚大典 可就有好戏看了 眼在黑水尽牢里乐滋滋地说 真是唯恐天下不乱 黄北月嘴角一扬道 这些在魏央宫外守卫的人 都是修罗成的高手 那几个人一定会被抓住的 嘖嘖 黄北月 你这么努力地想把封连一的婚事给搅黄了 是不是有点 眼杂杂巴着嘴说 那语气真是讨打 他对不起我 我要他事事都不如意 黄北月很辣地说 眼打了一个寒战说道 女人真可怕 黄北月笑着 忽然身后有脚步声传来 他立刻警觉地握起拳头 身后便有个女人说道 哎呀 你怎么还没进去 站在这里干什么 快进去啊 黄北月一愣 是跟他说话吗 就这一愣的功夫 那女人就往他怀里扔了一把琵琶 那女人放柔了声音说 你别害怕 只是进去为陛下演奏一曲而已 演奏得好 陛下会重重有赏呢 这里灯光昏暗 那女人不像黄北月这样 昏暗中也能看亲人的脸 只模模糊糊地瞧见 他身上的衣服 便觉得是自己人 所以才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话 黄北月很想问 是不是演奏得不好 就被咔嚓一声 再说了 他哪里会什么琵琶 这种乌龙的事情 他不想搭理 要在平时的话 早就打晕了这个女人走掉了 可是想到风帘一在里面 不知道他中了她的毒 现在是一副什么样子 很想进去瞧瞧 然后就跟着他往魏阳宫里走 这外面打斗归打斗 这魏阳宫的守卫 却半点也没有松懈 宫门口的人 眼神犀利地看了一眼那女人 便放行 这里有灯光 黄北月只好装作胆小懦弱地低着头 心里暗暗后悔不该进来 一会儿不会要他单独演奏吧 他哪有闲情意志 给风帘一弹琵琶 弹到一半他 肯定会忍不住动手刺杀他 好在这种担心 很快就被打消了 他进去之后 发现大殿中有很多 和他穿着打扮一样的女子 都跪在地上 战战兢兢地等待着 那女人把他留在最后面 交代了一句 让他不要害怕 就到前面去跪着了 黄北月稍稍松了一口气 还好是集体演奏 他不会弹什么老十字的琵琶 一会儿可以烂鱼冲竖一下 左右看了一下 发现都是年轻的女乐工 每个人都拿着乐器 低着头跪着 谁都不敢把头抬起来 颤抖的肩膀可以看出 他们真的很害怕 身边一个女乐工 巴搭巴搭地掉着眼泪 压抑着声音哭起来了 黄北月一愣 不想理会 那哭着的人 却一下子抓住他的袖子低声说 我好害怕 我也很害怕 黄北月敷衍了一句 他不是圣人 不是走到哪里都能救人的 那女乐工年纪很小 一边哭一边说 陛下今晚已经杀了六十多名乐工了 我怕 我怕再也见不到我娘了 心里微微一颤 六十多名乐工 全被杀了 拳头紧紧握起来 眼连忙说 黄北月 你可别冲动啊 你上次能从他手下逃出去 是因为出其不意地放出了火焰魔兽 这次可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我知道 黄北月在心里冷冷地说 我只是没想到 他会变得这么残暴 断情绝爱 他眼里根本没有什么感情 你能苛求他什么呢 眼无所谓地说 黄北月抿着唇 一脸凝重的杀气 就在这时候 从寝殿的深处 传来一声压抑着的 痛苦的低吼声 像是受了伤的野兽 充满了暴虐 一群女乐工 吓得颤抖得更厉害了 现在是晚上 势心丹的毒 应该在这个时候 发作得最厉害吧 要割开伤口 放一碗心头血 才能缓解 那种钻心尸骨的痛 黄北月冷冷地抬眸 看着寝殿的方向 听到封连义的声音 他才第一次知道 原来势心丹的威力这么大 能让强大的修罗王 也发出这样痛苦的声音 可见那独有多么霸道了 他是从来不会手软的人 而且 事情一旦做了 就绝对不允许自己后悔 在他心里 这种痛苦 是他的背叛 所付出的代价 寝殿中 修罗王的睡梦并不安稳 半梦半醒 又听到了 那缠绵婉转的销声 轻柔空灵的销声 在深夜中白转千回 忽然夜风中送来了蒸蒸情音 两两香和缠缠绵绵 他推开了门抬起头 夜空中满天的血色光滑 一个黑色的身影在半空中 低头看着他 黑色的斗篷遮挡下 看不到他的面容 你是何人 从没有人敢这么靠近他 这人是谁 他冷漠地开口询问 没想到 那人的声音却比他更冷 我是谁与你何干 计较的语气 对他半点也不屑 惹得他怒火中烧 而他却像没事的人一样 转过身 慢慢地远去了 你等等 他情不自禁地追出去 不想让他离开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不想让他离开 好像他的生命里 从来都没有这么迫切地想 抓住一个东西 可是手却似乎 抓在空气中 怎么用力都是空荡荡的 等等 那人高傲而冷酷地说 我从来不等人 有本事你自己追上来 大雪中 那黑色的身影 像是一抹飘向远方的灵魂 渐行渐远 追上去 好 他追上去 他一定要看看 那人是谁 他奋力地跑出去 狂风暴雪 冷得不可思议 那个身影快要消失了 他一定要赶快追过去 突然之间 头顶上一片漆黑压下来 什么都看不见 别走 他着急地看着那个黑影 只来得及喊出这么一句 便被头顶上的漆黑 完全吞噬了 紧接着 心口便急剧地痛起来 他猛然睁开眼睛 看见华丽的宫殿 便无法抑制地愤恨起来 是谁 到底是谁 为什么头也不回地走了 他已经梦见过多少次了 每一次想去追 却永远都追不上 他命令他留下来 可他依然不顾而去 心口上黑色的血很快 把纱布染湿了 他一把将纱布扯开 抽出一旁的宝剑 将伤口割开 让那些黑色的毒血 尽情地流出来 魏严然呢 请殿中回荡着他 愤怒痛苦的吼声 一个宫女立刻跪在地上说 陛下今日批准 严然小姐 去宫外的府邸居住 明日一早迎入宫中 外面 外面月宫已经准备好了 奴婢这就让他们演奏 说吧 宫女战战兢兢地爬出去 立刻就让等候在外面的月宫开始演奏 前面的女月宫一个手势 这些年幼的月宫 就算再害怕 此刻也不得不直起身来 认认真真的开始奏乐 最开始演奏的 是前面吹消的女月宫 婉转的悠扬的宵声响起来 精湛的演奏 可见这些月宫都是最出色的 可是宵声才刚刚响起 请殿中的风连翼 便如同发怒的野兽一样冲出来 一剑就杀了最前方指挥演奏的女子 鲜血剑了她一身 那被杀的 正是刚才带着黄北月进来的人 看见她那么恐怖的样子 这些女月宫 便纷纷尖叫着站起来 四散逃命 这些普通少女 怎么能逃得过她的剑 眨眼之间 又有一个少女被杀了 黄北月也站起来 她站在最后面 离她最远 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 像是疯了一样的她 原来断情绝爱会变成这样 她还是觉得 以前温雅如玉的她比较好 我不想死啊 忽然有个人抓住她的脚 哭泣的声音 把她的思绪给拉回来 是刚才在她身边哭泣的女月宫 由于太慌乱了 摔倒在她脚边 便爬不起来了 只能抱着她的腿祈求帮助 黄北月一把将她扯起来 这少女是被吓得腿都软了 她只好搀扶着她一起出去 你站住 杀红了眼的风连翼 忽然停止了杀戮 一声大喝 所有人都停下来 就算忙着逃命的人 也半步也不敢动 沾满了人血的剑拖在地上 走动之间 便发出让人胆寒的声音 她盯着门口 一个少女的身影 一步一步 慢慢走过去 是这样的背影 跟梦里一模一样的 浑身是血的修罗王 如同死神一样 慢慢靠近她 惨了 黑水静牢中的眼 忽然发出一声嘀呼 怎么了 黄北月觉得如芒在背 被人紧紧地盯着眼说 她似乎是朝你走过来的 我靠 一连串脏话骂出来 她可不会天真的以为断 情绝爱的风连翼 会在这时候想起来 然后和她来一个 赶天动地的拥抱 随时随地都要保持 头脑清醒的她 不会让自己 有半点侥幸的心理 那少女已经吓得 完全贪软了 整个人直接挂在她身上 黄北月咬了咬牙 手中已经暗暗地 结了一个印 耳边那脚步声 已经快要靠近她了 心跳飞快 闭了一下眼睛 正想动手 外面的守卫便大声喊道 保护陛下 刺客跑进魏阳宫了 她发誓 她现在真的 觉得魏武尘那些 追杀她的手下 简直可爱的 让她想送上鲜花和掌声 这送死 送得真是又好又及时啊 几个黑影 从宫墙边翻进来 后面修罗成的人 杀气腾腾地追杀 那几个东离国的人大喊道 陛下 我等不是刺客 看得出来 这些人都被打成重伤了 修罗成的人 哪是那么好惹的 几个人是想来 向北要国皇帝 澄清事情 不想惹祸的 可他们哪里会想到 此刻的风帘一正以为 已经一步步靠近她梦里 那个胆敢离开她的人了 可是 竟敢有人来捣乱 听懂啊 刺客跑进来 那些不敢乱动的少女们 再次尖叫着四散逃离 黄北约暗自庆幸 连忙把那个少女 往另一边推去倒 还想见你母亲的话 就赶紧跑 说完 她也不去看那个少女 自己飞快地 从另一个方向离开 风帘一大怒 手起剑落 一个弯月形剑光便扫出去 那几个东离国的高手身体 便四分五裂地 从半空中掉在地上 唯一有一个逃过一死 但是也断了一只手 和一条腿 在地上哀哀惨叫着 杀了这几个碍事的人 风帘一才发现 眼前那背影熟悉的少女 早就不见了 漆迷的大雪中 根本就不知道 再去哪里寻找那踪迹 紫色的眼底 有嗜血的红光 若隐若现 冷冷地盯着那个半死不活的人道 杀 陛下饶命啊 我等不是刺客 真正的刺客 是那个黑衣斗篷人 我等是追着他 才误闯入皇宫 绝无半分不轨之心 那人断了手和腿 还是不想死大声地求救 风帘一残忍的表情在听到 黑衣斗篷人 几个字的时候 忽然震了一下 大步从大殿中走出来 走到那个人面前冷冷地问 黑衣斗篷人 你可见过他长什么样子 小的没有 不过 不过有人见过他 那人似乎抓到一点希望连忙说 把那个见过他的人带进宫来 朕要亲自审问他 风帘一扔了手里的剑 唇边掠过一个 势在必得的冷酷笑容 你不可能永远只在我梦里出现 我也不可能永远让你头也不回地离开 寝宫中 温暖的泉水 从池边的石雕龙头里流出来 从头顶浇下去流遍全身 风帘一闭着眼睛 鸟鸟的水雾 将他的面孔熨染得有几分模糊 宫女小心翼翼地帮他擦拭着胸口的伤 低着头 半眼都不敢去 偷看他绝色的面孔 陛下人带来了 外面有人恭敬地说 风帘一缓缓开口 让他进来 是进去吧 细细碎碎的脚步声传来 那一半黑一半白的衣服十分滑稽 阴阳脸非常诡异 玄音躬身走进来 身为魏大将军门下的熟悉智囊 他仍然不敢再有任何不敬 因为他是聪明人 从外面那些修罗成的人的态度 便可以看得出 这位北耀国的新皇 绝对不是好惹的人物 果然一进来 便感觉到一种破人的压力 强压在心脏上 让他连呼吸都有些不顺畅了 小人玄音 拜见北耀国尊贵的陛下 玄音跪下来 手捧着他的镜子 在地上郑重地磕了一个头 你见过他 封联义没有理会他行的理 一开口便问 关于那黑衣斗篷人的事情 是 那人潜入魏三小姐的府邸 企图行刺 玄音低着头说 你记得他的样子吗 封联义根本不想听他说别的 他只想知道 关于那个黑衣斗篷人的事情 听出他语气中的不耐 玄音立刻说 小的不但看清楚了 还能让陛下也看见他 玄音将自己珍贵的铜镜放在地上 衣袖在上面轻轻拂过 截了几个印 那镜子中 便浮现出昨晚的画面 那黑衣斗篷人 被几十个东离国的高手 围住 却无丝毫聚色 手中捏印 一个燃烧的六芒星盾牌 便出现在他手中 隐约可以看见斗篷之下 他仰起嘴角 冷酷而高傲地笑了一下 六芒星盾牌中火焰四射 而他如同鬼魅一样足尖一点 便从几十个高手的包围中突破出去 好漂亮的动作 简直没有将那些高手放在眼里 玄音双手捧着铜镜 让他看得更清楚一些 风连一抬起手 修长的指尖 缓缓划过那铜镜上面 斗篷下面扬起的美丽唇角 他对女人一向没有感觉 可是看见这样冷凹自信的笑容 却觉得真是该死的美 胸口的疼 疼得如此畅快淋漓 你能看到他现在在哪里吗 玄音说 他昨晚之后就消失不见了 小的看不到 命画师将他的样子画下来 张贴在全国各处 活着此人者 修罗成可以满足他任何愿望 风连一邪魅地勾起唇角 玄音心中暗暗吃惊 居然抛出修罗成做诱饵 如此大的诱惑 恐怕整个卡尔塔大陆的佣兵 都会疯狂地去寻找这个斗篷人吧 此人究竟怎么得罪他了 不过被抓住 恐怕下场很惨吧 玄音这样想着 便收起铜镜 慢慢地退出去 皇宫里一场虚惊 黄北约路上立刻询问也 今天在别院中 那诡异的眼神到底是什么 这应该是失传已久的 童树的一种吧 眼寻思着 也很不确定地说 听说魏武尘有一件神器 名为阴阳镜 世人都以为这 阴阳镜真的是一件神器 其实这阴阳镜是两个人 很久以前 卡尔塔大陆上有阴阳族 他们族人稀少 每一代都会挑选两个出色的族人 继承阴阳镜 阴镜看阳界 阳镜看阴界 等等 阳镜看阴界 此人的世界也能看 黄北月打断眼皱起眉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说是这么说 不过 哪有真的能看到阴界的人呢 这阳镜看阴界 其实也就是说 阳镜可以杀人 能将人送往阴界 黄北月一想到那该死的镜子 真的到处都能看 那他们岂不是没有秘密了 放心吧 因阳镜有规则的 不可看污秽之事 不可行偷乡之举 这童树一门的修行者 跟和尚一样 是有很多戒律的 其中色界是最严苛的 一旦犯了色界 黄北月稍稍放心 他看见的是 穿着斗篷的我 倒也没事 顶多以后不穿黑斗篷了 眼点点头 忽然贼兮兮地笑起来 今天在宫中 风连翼突然叫住你 你当时是不是有点高兴 黄北月懒得理他 眼叫唤了他几声没有回应 只好闷闷地自己去休息了 安静之后 他心里也在默默地想 今天在宫里 他为什么会叫住他 对着他的背影 他难道想起什么了 不过他已经断情绝爱 就算想起了 又有什么用 他们依然是敌人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 曹秀之便已经穿戴好 让他的十位美人 也各自准备好 风后大点开始 他要带着美人们 一起进宫去 这北要国也太奇怪了 这什么通缉令吗 我怎么觉得 这黑衣斗篷人 有那么一点点熟悉呢 曹秀之看着画像 喃喃自语 什么东西 阴夜公主招了招手 曹秀之立刻狗腿地 把通缉令给送上来 让他看 只见那通缉令上 有两个人 一个戴着猙獰的鬼面具 而另一个 一身黑色斗篷 遮挡着脸和身体 只有隐隐露出的嘴角边 挂着一抹冷傲的笑意 这是北要国最新的通缉榜文 这两个人是榜上悬赏最高的 那黑衣斗篷人 只要抓到他 就可以得到修罗成一个愿望 如此重力 可见那黑衣斗篷人 绝对是十恶不赦的大犯人了 可是这两个人都看不见脸 怎么去找啊 一哥哥通缉北越 为什么 阴夜公主脸色很难看 紧紧抓着通缉令问道 这什么时候贴出来的 这黑衣斗篷人 究竟犯了什么事 竟要如此大张旗鼓地抓他 阴夜公主极力保持着 镇定的语气问道 曹秀之一想便说 听说此人昨夜 潜入那魏三小姐的府邸 企图行刺 结果被发现惹得皇帝大怒 便下令通缉此人 居然搬出了修罗成做诱饵 可见皇帝必定是很生气了 行刺未来的皇后 阴夜公主的面色 已经彻底白了 抓着通缉令便站起来 大步往皇北约的房间走去 曹秀之在后面摸着下巴 寻色一会儿便说 我觉得 那画像上的黑衣斗篷人 和北约郡主那天 穿上黑衣斗篷的样子 倒是很像 住口 阴夜公主一声大喝 猛地转过身来 声色俱力 这种话是随便乱说的吗 曹秀之立刻就紧紧比起嘴巴 自己也知道 这话恐怕是说错了 很忐忑地 看着阴夜公主 讨好的笑道 我就随便说说而已 这里又没有外人 随便也不能说 这种罪名 你担当得起吗 是是 在下错了 请公主责罚 曹秀之好像一直被大狗欺负了的小狗 无比委屈地站在那里 阴夜公主冷冷地看他一眼 随手一直墙壁 去面壁撕过把 是 曹秀之走到墙边 面对着强委屈地站着 看到他那么滑稽听话 阴夜公主嘴角边不经意地露出一丝笑容 然后很快收了笑容 便走向黄北约的房间 彼时黄北约正换上了华丽的衣服 阿里亚小心翼翼地帮他打理着层叠繁琐的衣裙下摆 红竹帮他梳一个非常复杂的发迹 而他自己就懒懒地靠着警垫 拿着百炼金卷 仔细研究 任两个丫头给他随便折腾 阴夜公主走进去 面色很是难看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阴夜公主紧紧攥着手里的通缉令 目光沉痛地看着他 我做了什么 黄北约很不解 衣服太繁琐了 他想走下来 都有些困难 阴夜公主一下子把手中的通缉令展开 拿到他面前 你自己看 红竹就在黄北约身后梳着头发 看一眼那通缉令便惊讶地说 主人 怎么两个你都被通缉了 挖旋上这么高 嘖嘖 还触动了修罗城 黄北约也是一脸菜色地看着那通缉令 嘴角微微一抽 一不小心就上榜了 鬼灭人是他当时为了救急客 所以跑进宫里 和封连翼打了一场 本来他没有赢的可能 不过他耍了点小手段 弄得封连翼至今痛苦不堪 被通缉也是情有可原的 可那黑斗篷 怎么也被通缉了 北约 你为什么要去刺杀魏燕燃 杀了他又有什么用 什么都挽回不了啊 泪水速速而下 阴夜公主忽然扑在他腿上大哭起来 黄北约一时蒙了 他没有去刺杀魏燕燃啊 他想都没有想过 阴夜 你听我说 昨晚的事情其实 我知道你做这些都是 为了我 可你这么去冒险 万一出事了 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的 你明白吗 阴夜公主抬起被泪水打湿的小脸 早上化好的妆容 已经糊成一片 可即使这样 她的美丽 也依然没有褪色 谢谢你 阴夜哽咽着说 这三个字说出来的时候 黄北约清楚地看见 她眼睛里清明的真诚 之前一直存在 在她眼睛里的阴霾和忧郁 似乎正慢慢消散了 黄北约一震 让她误会 好像也不是一件坏事 算了 若是能将她的心结打开 这黑锅 就由我来背吧 阴夜公主趴在她腿上 带着哭腔说 我以前确实是很任性 总是看不清自己 其实我早就 她不喜欢我 可我还是自欺欺人 拼命地告诉自己 她是喜欢我的 一定会娶我 我一直骗着我自己 甚至还怪她喜欢上了别人 其实都是我自作多情 这是第一次 阴夜对她敞开心扉 坦白她对风连一的感情 她是太喜欢她了 所以都没有办法 接受她不喜欢自己这个事实 我以前很自私 让别人 都因为我受到伤害 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喜欢一个人 不一定要得到她 只要她幸福 我也能幸福 而我不能总是让别人保护我 我应该像你一样坚强才对 黄北月抬手擦了一下眼睛 她确实是很坚强的人 很少被感动 但是看着这样的阴夜 好像看着一个孩子 一夜之间长大了一样 那种心情 无法比你的喜悦 她心想 黑锅就黑锅 刺杀魏燕燃 就刺杀魏燕燃 能让阴夜终于看清楚 走出那迷雾 就算让她 现在去刺杀风连一塌也会去的 好了 你看到都哭成这样了 妆都化了多丑啊 虽然你想明白了 不过一会儿进宫还是要见到她 你不会想让她看见这么丑的你吧 黄北月拿过手帕 擦擦她的脸笑道 你就知道笑话我 阴夜公主咬着嘴唇 转身跑出去 主人 这通缉令都发出来了 我看今天还是先别进宫了 红竹看着放在一边的通缉令 忧心忡忡地说 我还没有看到魏武臣是什么样子呢 而且 来都来了 不去亲眼看看 我心里不痛快 这么难得的机会 也许林尊也会来 也许能弄清楚 这五尘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 而且她的计划 不能因此而打乱了 可是 我担心 红竹是真的为她担心 黄北月宁着眉想了一会儿 忽然伸手从身子底下 抽出一个小铐垫来 递给阿丽雅 塞进去 塞哪儿去 阿丽雅捧着铐垫一脸不解 黄北月拍拍肚子笑起来 曹公子的十位美人 总有一个要怀上吧 阿丽雅和红竹先是一起呆滞 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主人 你这也牺牲太大了 没办法 舍不得孩子 套不着狼啊 黄北月让阿丽雅 赶快把锦垫塞到衣服下面 然后重重锦衣盖起来 这腰就臃肿了好几圈 冬天的衣服本来就厚实 加上这挺着的大肚子 她就不相信 风帘一海能看出来 完成了孕妇妆 红竹在她头上 加两只月牙簪 扯了一面薄薄的粉色面纱 在簪子上 遮住一半脸 只露出一双明眸 和雪白的额头 这是南一国的习俗 有身份的女子 在前往别国的时候 重要场合里 都会用一面薄薄的面纱 遮着脸 其实那面纱 也不能完全遮住脸 隐隐约约 还是能看到模样 不过这样半路不路的 是一种审美 完成这一切 被红竹搀扶着走出去 殷叶公主愣住了 曹秀之死死地盯着她的肚子 结结巴巴地说 怎么会这样 去到外面 你要是敢露出这副表情 那我 黄北月似笑非笑地说 是 郡主放心 黄北月的眸光冷冷地扫过来 曹秀之立刻机灵地改口 夫人放心 走吧 黄北月上了马车 殷叶公主也立刻跟上来 笑着说 这样倒也不错 没有人会 怀疑一个孕妇 只是 看殷叶两家 染上羞涩的红蕴 黄北月很能理解她 一个还未出格的女孩 就弄了一个大肚子 即使是假的 也够让人害羞了 从小被宫廷礼仪 束缚着 殷叶比一般人更严谨些 这个时代的人 思想大部分如此 正因为这样 黄北月才出此下策 她思想里可没有这些牵绊 北耀国的皇宫 一路上红色的地毯 从关道一直扑到皇宫里 举目而望 十里红装奢华大气 外国使臣都被允许 在皇宫城楼上 观看迎亲的礼仪 皇上驾到 太监拖长了声音通报 那些官员一听 立刻跪下来行礼 各国使臣则站到一边 单膝跪下迎接 黄北月挺着个大肚子 微微抬起头 看了城楼入口 一袭华贵精美的黑色衣袍 映入眼帘 她微微一震 脑海中浮现出一身 白衣似血的风连翼 稍微有些感慨 太监宫女簇拥着风连翼走过来 气势威严 步步生风 从那些官员低着头 大气也不敢喘一下 便可以看得出 他们对这位新皇帝 有多么敬畏和惧怕了 黑色的衣角在眼前一晃 风连翼已经从他面前走过去 一个太监奸细的声音传来 陛下有指 诸位不必多离情起吧 众人谢恩站起来 陛下 魏大将军这次亲自前来 恭贺皇上大婚 机灵的太监 连忙把魏武尘引荐过来 那魏武尘大步走过来 龙行虎步 颇有大将之风 哈哈笑了两声道 北要国人节地灵 皇上果真是人中龙凤啊 站在城楼前眺望的风连翼 慢慢地转过身 看了他一眼 摄政王亲自前来辛苦了 看见未来的老丈人 他依然是冷淡的表情 没有特别高兴 魏武尘面上带笑 心中却微微有些不满 好歹他也是国舅 他的女儿即将成为他的皇后 说什么 风连翼都应该有所表示 那些大臣看见此等情景 暗暗捏了一把汗 皇上是这么冷酷的性格 手段很辣 那魏武尘 自然也不是轻易易于的角色 这两个人要是不合 以后恐怕麻烦诸多 未免气氛太尴尬 那些大臣连忙上前来恭贺 说着喜庆的话 殷叶公主在南一国的使臣中 正正地看着不远处 被众多大臣包围 却依然鹤立鸡群的男子 无比陌生的感觉 这不是他认识的一哥哥 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整个早上都积累的勇气 在看见他的时候 突然消失的一干二净 他想 面对这样的风连翼 他根本没有办法 让自己去找他说清楚 告诉他 他以后会好好过 并且 祝福他今日大婚 他是想对着那个温柔的一哥哥说这些话 而不是现在这个一身冷漠 让人无法靠近的男人 怎么会 殷叶喃喃地说 一双手轻轻伸过来 握住他的手 用力捏了一下 殷叶转过头 看见黄北月面纱之下浅浅的笑容 他眼眶忽然有些发红低声道 他怎么会变成这样 是人都会变的 你喜欢是以前的他 那就记住以前的他吧 现在的他 可以当作是一个陌生人 黄北月轻轻地说 殷叶吸了一下鼻子 在这种场合里 还是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曹秀之靠过来说 两位夫人这是怎么了 殷叶公主递了他一眼 意外地没有开口骂他 曹秀之便幸福满足地笑起来 小侯爷可真是厌福不浅啊 这十位夫人各个都是绝色美人 真是羡煞我等啊 不知道是哪个北要国的贵族 说了一句 便有其他人附和起来 曹秀之这使臣团 那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为此夕和公主都不和他们一起来 说是等封后大典举行的时候才会去 曹秀之谦虚地笑着 和那些人说话 实则半点都不谦虚 那画着十美图的扇子 一摇一摇的 生怕别人看不到似的 殷叶公主看着他的举动 不禁笑起来 这个人就没一天正经的 黄北月也正想笑 可是忽然有人大声说 原来小侯爷的这位夫人已有身孕 恭喜小侯爷了 她的笑容在嘴角边一僵 便婉约地低下头 曹秀之非常自然地大笑着说 多谢多谢 一些贵族家的女眷 便朝黄北月走来 因为是外国使臣 和他们没有利益上的冲突 拉拢一下 也可以在皇上面前 博得一个好名声 因此那些女眷 便热情地跟她交流起 怀孕生子的心得 黄北月虚心受教 那些贵妇人知道 她是第一次怀孕 就更加热情了 心中微微一动 便感觉到 一道冷冷的目光 直接越过所有人 看向她 她知道 目光的方向是来自于风连翼 便不敢抬头 假装没有察觉到 依旧淡定地和那些贵妇人说话 那目光一直就没有 从她身上移开过 黄北月额头上都快冒冷汗了 还好这时候 下面的百姓开始骚动起来 远处有喜庆的月声传来 是迎皇后的队伍终于回来了 风连翼不得不收回目光 走向城楼边缘 却还是情不自禁地回过头 再去看一眼 那衣着华丽 青纱蒙面的女子 那女子在曹秀之面前 娇羞地低下头 面纱之下 隐隐可以看见 一抹羞涩的笑意 她心里没来由地涌起一阵莫名的怒火 心口的上痛 竟没有丝毫预兆的加剧了 陛下 皇后娘娘的喜叫已经到了 请陛下一步天和宫 举行册封仪式 小太监欢喜地说着 风连翼的伤口没来由地裂开 黑色的血渗透出来 她闭了一下眼睛 在睁开眼睛的时候 紫色的眼眸中 便是一片阴沉暴力的神色 小太监吓了一跳 继而看见她胸口上潮湿的血迹 立刻脸色大变 陛下 陛下就伤复发 愣着干什么 扶陛下回宫 角落里 修罗成的艳心师 大步走出来 对那些小太监喝道 是 谁也不敢怠慢 不管是不是在重要的大婚典礼中 一切都以陛下为重 看见风连翼被前呼后拥着送回寝宫 各国使臣都有些蒙了 尤其是东离国的使臣 这北要国是什么意思 魏大将军就在此处 魏三小姐也被淫入皇宫了 可皇上却回寝宫去了 这是愚弄他们东离国的人不成 各位稍安勿躁 皇上就急复发 不能耽搁 风后 大典会在稍后完成 请各位先到天和宫等候 失礼之处还望见谅 以宇文战为首的老臣 都站出来远场 可是东离国的人还是不怎么买账 宇文大人 小女虽然只是述出 可从小也是老夫百般宠爱长大的 如今他大婚 老夫不能看着自己的闺女 受半点委屈 魏武臣不客气地说 魏大将军请放心 皇上若是有意怠慢 便不会立排众议 立三小姐为后了 如今风后大典在即 请大将军稍等 陛下就急稍缓便会出现 宇文战彬彬有礼地笑着说 一副文人雅式的派头 让人挑不出半点毛病来 哼 如此最好了 魏武臣沉着脸 当先走出去 黄北约这是第一次 这么仔细地看见魏武臣这老奸贼 那就是魏武臣 果真不是一般人 阴夜公主小声说 黄北约的目光 扫过魏武臣身边的人 她待在身边的 都是不同寻常的高手 可是感觉都没有那天 窥视着她的眼睛 那什么阴阳镜没有跟着她来吗 夫人 我们也去天河宫等着官吏吧 曹秀之笑嘻嘻地说 这两位大美人 只能看不能碰 但是嘴巴上能过过瘾 也是不错的 平时借她十个胆子 也不敢对着阴夜公主 和北约郡主叫夫人 阴夜公主狠狠瞪了她一眼 扶着黄北约要走 魏央公 封连一胸口上缠着的纱布 那黑色的血流了她一手 封连一怒喝着 让所有人统统滚出去 无人敢违抗 连忙退下去 片刻之后 嘻嘻索索的声音响起来 魏央走在前面 掀开了帘子 玄蛇阴后便走进来 身下的九条蛇 不再那么张狂 面对着修罗王他们 也要收敛一些 一而 玄蛇阴后 看见她的伤口 心疼地坐下来 慢慢帮她清洗伤口 然后上腰包扎 那个把你伤成这样的人 我一定要抓到她 让她承受十倍于你的痛苦 黑色的睫毛微微颤了一下 封连一睁开眼睛 淡默地看着她 你来做什么 看着她如此冷漠 如同看着一个陌生人的眼神 玄蛇阴后 心中一阵刺痛 却还是笑着说 今天是你大婚的日子 母后怎么能不来看她呢 听说那位女子 是世间难得的绝代家人 封连一冷冷地 扶开阴后温柔地帮她缠纱布的手 没有感情地说 这里不适合你 玄蛇阴后的手一颤 愣正地看着她 美艳的脸上是一片痛楚 逸儿 你嫌弃母后这副样子吗 还是在你心里 那贱人才是你的母亲 而我不配 够了 别再演戏了 封连一冷冷地说 从我出生就把我扔掉 你我之间用得着谭母子之情吗 玄蛇阴后 正正地支撑不住自己的身子 若不是那些 蛇在身后支撑着她 她会一下子瘫软在地上的 一耳 泪水划过她美丽的脸颊 这场婚礼 你可以当作不存在 我并非想要一个女人 只是北耀国需要一个皇后而已 封连一站起来 自己将纱布拉扯过来 自己包扎了伤口 便绕过玄蛇阴后走出去 阴后 陛下才刚登基 如今感情最寡淡 以后慢慢就会好的 魏央连忙过来安慰道 玄蛇阴后摇着头 泪如泉涌 她恨我 我知道的 她恨我当年把她送到北耀国的皇宫 这么多年 她都不肯原谅我 陛下是您亲生的 怎么会恨您呢 魏央说道 都是因为断情绝爱 所以陛下才会这样 在此之前 陛下对殷后一直很好啊 现在不是正好吗 陛下忘了那个女人 她可以一直留在修罗城 永远不会离开您了 魏央蛊惑地说 玄蛇殷后正正地听着 半想点点头 对啊 她永远不会离开我了 对啊 外面又开始飘起雪 宫人们小心翼翼地护着她 走向天河宫 举行封后大典 陛下小心脚下 太监恭敬地说 前面就到天河宫了 新皇后已经被迎进来等候多时了 风帘一冷冷地抬起眸 除了心口的痛楚之外 没有半点其他的感觉 走进天河宫 一个谩骂的声音便传过来 像你这样的女人 我见多了 无非是仗着美貌 祈求男人的一息恩宠而已 就算怀了孕又如何 你这样卑贱的出生 就算为曹秀之生了长子 一样是树出的地位 在淮北侯府 你以为你会有什么样的地位 你如今美貌 她还会宠爱 你等你年老色衰 你拿什么来拴住她的心 谢公主教会 切身明白 柔柔软软的声音 在寒冷的大雪中 显得尤其娇弱 听到这个声音 风帘一便停下脚步 身后的人也赶紧停下 纷纷不解地看着她 你便好好站在这里反省 风后 大点你也不用看 那是迎娶正妻的礼仪 你这么卑贱的出生 一辈子都不会有那样的待遇 是 雪地里脚步声响起 西河公主盛装打扮走出来 她自容艳丽 丝毫不亚于那些年轻貌美的少女 反而比起少女 更多了一种端丽高雅的气质 雪地里 黄北月侧身站在那里 红竹撑着伞站在她身边 看见西河公主走远 松了一口气道 好险 黄北月立刻拽了一下她的衣袖 在心里对她说 别说话 红竹沉浮于她 他们之间自然可以没有障碍地在心里交流 就像 她和冰临换鸟一样 黄北月才说完 后面便传来踩着雪的声音 一种强大的气势立刻笼罩过来 她一颗心瞬间就提起来 脚步声就在身边停住 风帘一站在她面前 离她只有半步 她低着头 看着这个青纱蒙面 低眉顺眼的女子 一直正正地看了好久 她只是看 没有动手也没有说话 浅紫色的眼眸 牢牢地锁着她的身影 她不动 黄北月也不敢动 天知道她是想干什么 是认出她来还是如何 放肆 见了皇上还不行礼 一个小太监坚声说道 黄北月捏了捏衣袖下的手掌 冷汗直冒 不过一向淡定的她 还是轻轻屈膝行礼 鼻音很重地说 参见皇上 风帘一稍微回神 再看了她一眼 没有说什么 便转过身 慢慢地走向天河宫 这北要国的皇帝 为什么一直盯着主人看 主人以前和她认识对吗 红竹不禁问道 何止认识 黄北月淡淡地笑了笑 他们还山盟海誓 情定三生呢 她差一点点 就完全相信她的承诺和誓言了 让奴婢去 悄悄跟着她 打探一下她 究竟是什么意图吧 红竹眨巴着眼睛说 她隐匿行踪的本事很强 跟着她就知道 她什么意图了 不用 黄北月立刻就否则这个提议 面色是少有的凝重 跟着她太危险了 没有必要 现在我倒是不担心风帘一 我们应该多注意魏武臣和西河公主 说起西河公主和魏武臣 西河公主 凭什么那样说主人 述出嫡出她有资格评论吗 她也不是嫡出的 还说主人身份卑微 恨比她好多了 你说什么 西河公主不是太后的女儿吗 黄北月猛然抬起头 红竹愣了一下便笑道 主人年纪还小 不知道当年发生的事情 其实慧文长公主和皇上 才是太后所生 而西河公主 是太后从别的嫔妃那里过继来的 当年战乱 西河公主的母亲 在宫中为国祈祷 最后忧郁而亡 太后联系她 才把她领在身边的 红竹看着年纪小 不过是一个少女的模样 可她是神兽 能到现在这个地步 比起黄北月 不知道大了多少 当年宫中的事情 红竹自然比她了解得多 黄北月正正地听完 原来如此 她之前一直都不知道 当年只知道 西河公主和慧文长公主的感情非常好 姐妹情深 西河公主也是温柔善良的 对年幼的北月十分照顾 西河公主不是太后所生的女儿之前 黄北月也很不明白 为何西河公主 会和魏武臣这个害死她姐姐的大奸贼有勾结 现在一想 倒也不是没有原因 主人想到什么了 红竹看见她一脸深思的表情 不禁问道 黄北月淡淡地笑道 其实树出和敌出有什么区别呢 就算是树出 一样可以出人头地 主人错了 这个时代 树出的孩子从小 就有很多不公平 明明很优秀 可就是因为身体里的血不过高贵 所以处处敌人一等 就算有召唤师的血统 依然抹不掉树出的卑微 黄北月叹了一声 果然时代不一样 思想就不一样 在她那个时代 只要够强 就一定能站上顶峰 她以为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 不过毕竟人看人的眼光不一样 就像以前萧韵和萧柔 他们总是嫉妒她的身份 就算北月郡主 只是个废物又懦弱 他们也不肯放过她 说来说去 都是思想在作祟 黄北月道 红竹 以后你不用跟着西河公主了 太危险了 这一次算是打草惊蛇了 不管是西河公主 还是魏武臣 应该都有了防备 黄北月笑着说 而且 他们两个私下见面为了什么 我大概也猜到了 红竹立刻有些愧疚地说 都怪我不好 本来偷偷跟着西河公主 看见她与魏武臣说话 本想听听他们说了什么 不料却被发现 多亏主人及时出现 替我解围 却连累主人被西河公主骂 黄北月微微一笑道 接下来就如他们所愿吧 会有一场好戏等着他们 别人不仁 他也不义 咱们谁都不是善良之辈 看看谁的手段比较狠吧 红竹高兴地笑起来 红竹迫不及待了 主人 咱们进去看看丰厚大典吧 黄北月抬起头 看向微言中 透出喜庆之气的天河公 琉璃瓦在雪光的映照下 光芒炫目 祥瑞之气 笼罩着这座喜庆的宫殿 阵阵大气磅礴的音乐传出来 有那么一瞬间 她的心情似乎低落了一下 不过很快就平静了 因为天河公中 传来山呼海啸的声音 黄天在上 后土在下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后千岁千岁千千岁 震耳欲聋的声音 好像要把天河公都掀翻了 黄北月从天河公的大门看进去 一眼直瞟见了 那层层铺盏上的白玉阶梯 铺着大红色的地毯 群臣纷纷跪下 向上膜拜他们的皇帝和皇后 她忽然想起来 封联一曾说过 要娶她为后 如果她当时没有拒绝的话 现在和她站在一起 接受万千人跪拜和祝福的 就是她了吧 人生 真像是一个扑朔迷离的琉璃球 从不同的方向 都能看见不同的色彩 黄北月 你在想什么呢 黑水静牢里的眼 又不安分地出来了 这次语气很深沉 很严肃 很少见眼有这么正儿八经的时候 黄北月也难得正经一下笑道 我在想 背叛我的人应该得到什么报应呢 她笑着说这么狠毒的话的时候 最有感觉了 眼非常欣赏地说 不错 只是种的毒太便宜她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这么积极干什么 黄北月轻斥了一声 咱们俩是一条船上的蚂蚱吗 你才是蚂蚱呢 眼哈哈笑起来片刻之后 又很深沉地问 黄北月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不想知道 问一下吗 眼纠结了 她为什么总是这么不配合她 好吧 你在想什么 黄北月微微一笑 稍微装出一点点感兴趣的样子来 黑水静牢里安静了一下 眼这家伙又想干什么 我在想 眼慢慢地开口说 为什么她不懂得珍惜你呢 你这么好 话说完 一丝丝的黑色元气 从她的指尖释放出来 慢慢地融入风雪中 然后 逐渐凝聚 变成一个模糊的人的影子 张开双臂 轻轻地从后面拥抱着她 黄北月一震 想转过头去看她 这么一转头 一颗眼泪就滑了下来 重重地砸在那 风雪和淡黑色元气凝成的眼的手臂上 好滚烫的泪水血 都悄悄融化了 没有谁比我更清楚 你现在有多难过了 想哭就哭吧 你又不是神 这么坚强给谁看啊 眼声音低沉地说 黄北月低着头 沉默了一会儿 接而抬起手 摸了一下自己的眼角 确实有那么一丁点的湿润 冷冷地仰起嘴角 她忽然向后挥了一下手 眼的身影被她打散 又慢慢凝聚成形 有些震惊地看着她 哭什么 在你面前丢脸过一次 还会丢脸第二次吗 冷傲地抬起眼睛 看着面目模糊的魔兽 眼似乎是笑了一下 然后风雪散开 黑色的元气顺着她的手指 慢慢地回去 重新回到黑水静牢中 在黑水静牢中的眼 慢慢地抬手摸着自己的右手臂 说得好听 不会丢脸 可是那滴泪水她 还是感觉到了 黄北月 在我面前 你根本不用伪装 眼有些生气地说 伪装什么有必要吗 黄北月冷笑 你明明就哭了 切 黄北月不屑一顾 红烛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 从眼出现 她就整个人呆住了 半想都没有反应过来 主 主人 那是 她叫眼 是被封印在我身体里的魔兽 黄北月简略地说 她就是眼 红烛难难地说 当年挑起四国之乱的魔兽 连阿爹都不是她的对手 黄北月心中一喜 红烛好像知道很多连忙问 她是从哪里来的 红烛摇摇头 同样是一脸困惑 阿爹从来不让我们过问眼的事情 他说她一个人会处理好 可是 眸光忽然有些湿润 想不到 阿爹最后竟是将眼封印在黄北月的身体中 她肯定是走投无路了 才会出此下策 主人 你要小心她 她现在虽然被封印了 可她始终是魔兽 如果有一天 让她找到机会逃出来了 那第一个受害的 肯定就是主人你 红烛很担心 没关系 她应该不会伤害我吧 黄北月笑笑 虽然知道眼是邪恶所生的魔兽 不过这么多年相处 他们两个虽然没有成为知己好友 但是也建立了一种淡淡的感情 而且 眼也不像一般的魔兽那样 有很强的戾气 这家伙还会关心她 开解她 算是另类的朋友吧 红烛摇摇头 还是担心地说 黑水进牢里 能压制她的魔性和邪气 等她出来了 就不是这样了 主人一定要小心 如果有机会 就杀了她吧 黄北月一正 杀了眼 这个想法 在刚开始知道 眼在她身体里的时候 确实产生过 可是后来慢慢地 她就淡忘了这件事 习惯了眼的存在 也没什么不好的 要对付她 我还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 只能关着她了 黄北月随意地说 红烛道 主人 只要五种元气的咒印都拿到 就可以将她可黑水进牢一起消灭了 为了主人的安全 红烛一定会努力帮主 人得到五种元气的咒印 红烛握起拳头 信誓旦旦地说 黄北月有些恍惚地笑了一下 把心神转到黑水进牢中 悄悄搜寻了一下眼 她不在 应该是跑到黑水进牢的深处去了 不知道她 有没有听到他们的对话 她没有想到 要杀了她 至少现在没有 繁琐的丰厚大典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 帝后在宫中设宴 宴请闻五百官皇亲贵咒 和各国使臣 天色见黑 今晚天上有半个月亮 悄悄地躲在云层之后 各国使臣纷纷献上 此次带来的鹤礼 都是世间罕见的珍宝 尤其以东黎国送来的一对 碧眼寒冰蝎子最为珍贵 当东黎国大将军 魏武臣亲自打开那悬兵铸造的盒子时 绿悠悠的光芒 便从一片兵银血色中渗透出来 那绿色比宝石还要璀璨几分 一股庞大的冰元气 也随着散发出来 魏大将军真是出手阔绰 这碧眼寒冰蝎子 产自极寒之地 千年才得一对 虽然不是神兽 也不是灵兽 可却是兵属性召唤师修炼的顶级圣品啊 有一只碧眼寒冰蝎子 相信会比普通人 至少减少一半的修炼时间吧 宴会中有识货的人立刻出声说 忍不住嘖嘖称赞 这样的绝世珍宝 就算有钱有势 都不一定能见到 今天有幸目睹也够幸运了 魏武臣哈哈大笑 今日大喜 小小礼物聊表心意而已 众人一片称赞恭维之词 那魏武臣可真大方 碧眼寒冰蝎子 可不是一般的宝物 这绝对不亚于一只八阶神兽的兽盒 要知道 神兽可以遇见 可那碧眼寒冰蝎子 可是千年一线比神器还珍贵 红竹看着那对碧眼寒冰蝎子 也是非常吃惊 就算是他也 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蝎子 黄北月淡淡地笑道 他这是在告诉北药国的人 他们东离国 实力并不比北药国弱 他们兵强马壮 有美人还有此等宝物 红竹微微一撅嘴说道 哼 这种宝贝留在他手上也是浪费 想了想 红竹又在心里说 主人 这碧眼寒冰蝎子 是兵属性召唤师修炼的圣品 有了他辅助 主人得到兵之骤印 应该会事半功倍 黄北月择了一声 冷冽的目光看向那 碧眼寒冰蝎子 面纱下嘴角扬起一抹 势在必得的笑容 这宝贝我要了 随即趴在红竹耳边吩咐了几句 红竹眼着嘴巴调皮地笑起来 南一国是大国的使臣 席位便在皇亲国妻之间 距离皇上和皇后也很近 今晚的皇后魏嫣然很美 红金相见的凤袍 华丽繁复地裹着他曼妙的身躯 端庄大气 他坐在封连翼身边 封连翼喝了酒放下酒杯 他立刻将酒杯针满 低声细语 不知道说了一句什么 封连翼便淡淡地回眸 看了他一眼 这一回眸 眼光便不自觉地扫到了南一国这边的使臣 目光就不自觉地定格在青沙蒙面的黄北月身上 看他慵懒地靠在曹秀之身边 殷勤地给他包葡萄 曹秀之立刻两眼冒泡泡地傻笑起来 封连翼眸光一凝 一丝冷狠的杀鸡骤然闪过 正帮他倒酒的魏嫣然吓了一跳 手一抖 差点将酒给洒出来了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抬起头看他一眼 却发现 他不知道看着什么地方 忐忑不安地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他的眸光停留在曹秀之身边 一个挺着大肚子的美女身上 那女子的美 比起其他美人 有种出尘的轻力 眉目如画似舞萌花 那一方轻杀之下 若隐若现的浓妆 也就无法遮挡他秀丽的滋容 这女子 为何有种熟悉的感觉呢 只是这样看着他 便觉得心跳悄悄加快了 魏嫣然想 看得更仔细些 可是那位美人 却忽然站起来 似乎身子有些不适 被侍女搀扶着下去了 他下意识地 也想站起来跟着出去 好好看看他 究竟长什么样子 可是身边忽然传来 衣服兮兮索索的声音 身边一空 风连翼已经站起来 从后侧离开 他心中稍微一空 有些异样的感觉划过 他也很想出去 但是今晚的宴会 如果皇帝和皇后一起离席 不知道下面的群臣和使者会怎么想 这些礼仪他以前从来不考虑 可是现在却不得不考虑了 雪刚刚停 御花园中 工人忙着将雪扫干净 否则一会儿 若有达官贵人经过此处摔倒 他们便是大罪了 夫人小心路上滑 红竹扶着黄北月的手 慢慢走到结冰的湖边 红竹道 这里风小一些 夫人请在此等候 奴婢去把夫人的披风拿来 你快去快回 黄北月嘱咐了一声 便走到一旁的假山后 背着风的地方站着 红竹转身去了 黄北月一个人站了一会儿 听到假山后 有脚步声传来 有工人叫了一句 皇上便没有声音了 风呼呼地从假山后面吹过来 他眯了一下眼睛 便抱着手 装作很冷的样子 靠着假山瑟瑟发抖 忽然左边的风消失了 他一震 抬起头来 高大挺拔的身影挡在面前 逆着光的面孔看不清楚 只有一双深邃的眸子 紧紧地看着他 心里微微沉了一下 这眼光 似乎能看见他的心里一样 黄北月立刻低下头 退了一步慢慢行李 参见皇上 风连翼抓住他的手臂 把他拉起来 靠向自己 挺着的肚子 不小心撞到他 他才一震 似乎回过神 目光复杂地盯着他的肚子 黄北月生怕被他看出破绽来 微微侧过身站着 你叫什么名字 这是刻意压低了的声音 也许想尽量收起 语调中如同刀锋一样的寒芒 可似乎并不成功 那声音听起来依旧冷冰冰的 月 他简单地回了一个字 手轻轻地放在肚子上 这个简单的动作在告诉他 他的身份不是一般的女子 可风连翼却选择忽视他这个动作 垂眸看着他 眸光很深沉看了片刻 他才有些霸道地抬起手 想要揭开他脸上的面纱 黄北月轻轻地抬起手 欲调柔软地说 皇上似乎语举了 风连翼才 不管他说什么 他就是想仔细看看他的样子 而且一定要看到 一个女子的手 怎么能挡得住他 只是稍微用力 便将他的手给压下去 指尖已经触到他脸上 黄北月眸光一寒 他是在考验他的底线 逼他出手吗 就在面纱即将被接下来的一刻 前面的宴会中 忽然传来一阵喊声 刺客有刺客 然后就是兵器相撞的声音 黄北月嘴角轻轻一扬 松了一口气 立即从假山后走出去 想回宴会中去 别过去 风连翼从后面一把抓住他 不用费力 就把他拉回来 黄北月回头看了他一眼 目光中微微有些怨对 他一震 心里不知道怎么的 就抽了一下 他那样的眼神 似乎让他很是害怕 不知不觉就松开抓着他的手 黄北月立刻向前走 刚走了两步 身后结了冰的小湖中 便一阵激烈的破冰之声 狂暴的冰雪 便铺天盖地地砸下来 这次是真刺客 黄北月无语 想不到真给他遇上刺客了 他第一反应是 赶紧出手 不过 他脑子转得一向快 知道在北要国皇宫里 不可能有人来刺杀他 绝对没人能发现他的身份 所以这些刺客 不是冲着他来的 而是冲着风连翼 脑子里闪过这些想法的时候 他便已经收敛了动作 打算好不出手 只要自保就好 抱着头想躲起来 身后传来凌厉的破空之声 几十道锐利的兵剑 朝着他后背飞来 周围打扫的工人被刺中 立刻倒地而亡 看来这些刺客 是一个活口都不想留下 眸中寒光一闪 宽大的衣袖底下 手指飞快地捏硬 这种程度的兵剑 角度刁钻一点 速度快一点 杀伤力强一点而已 他还不放在眼里 他还没来得及动作 后面一只手 便强硬地 把他捞进怀中 然后眼前一花 他们已经站在胡的另一边 好快的动作 连黄北月都一声惊叹 觉得 就算是自己使出全力来 似乎都有点追不上 转头一看 风帘一眸色阴沉地盯着湖面上 那种阴沉沉充满杀气的眸光 让他心里都觉得一阵发寒 眼光瞟到他肩膀上 一只兵剑 已经从肩胛骨刺了进去 心里一动 是刚才他过来救他的时候 被兵剑给刺中了吧 否则以他的速度 那些兵剑 根本连他的衣服都别想沾上 你受伤了 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救他 不过既然他以为 他是个需要被他搭救的女人的话 那就让他如愿好了 没事 他一抬手 就把兵剑给拔出来 扔在兵面上 吃拉 好像是多米诺骨效应 被兵剑砸裂了一点的兵面 立刻就以非常迅速的速度分裂开来 裂缝辐射向整片湖面 顷刻之间 厚厚的冰层又再次被破开 风连翼 受死吧 几声愤怒的大喝 这一次 连他们的脚下都震动起来 一头冰雪凝成的巨兽 从湖底站起来 能够在修罗城的重重防卫之下 将这么庞大的冰雪凌兽放进来 那操控凌兽的 绝对是个数一数二的高手吧 那冰雪 凌兽张开锯口 一阵寒气吐出来 几个身披缩衣斗篷的男人 便从凌兽口中飞快地窜出来 在巨大的凌兽身边 摆开阵法 对着风连翼 风连翼 今天是 便是你的死期 其中一个男人嚣张地喊道 风连翼几乎是连眉毛都没有抬一下 但紫色的眼眸里 根本容不下这些乌合之重 伸手抓住黄北月的肩膀 将他拉到自己怀中 这个充满战犹豫的动作 让黄北月眉头一皱 本能地想反抗 忽然远处传来一阵大笑 那大笑的声音 眨眼之间就到了镜前 是已经半兽化了的艳星狮 巨大的身体矗立在半空中 不懈地看着底下那些刺客 敢行刺皇上活腻了 说着 一声暴怒的狮子吼声 艳星狮便凶残地扑下去 一开始就废了 那冰雪灵兽的一只眼睛 冰雪灵兽发出愤怒的吼声 不顾一切的朝艳星狮攻击 这艳星狮 不愧是修罗成十二魔神之一 身手确实相当了得 在一众高手中 游刃有余地斩杀 血光在他周身弥漫 修罗成的人 向来都凶残恐怖 那杀人的场景 别提有多血腥了 风帘一按了一下他的肩膀 搂紧了他 眨眼之间 便到了宫墙之外 速度果真无人能及 黄北月有些惊诧地问 皇上 这是要去哪里 看着这是出宫的方向 黄北月隐约觉得有些不妙 和他单独出宫的话 万一出事了 他现在可打不过他 没有得到风帘一的回应 抬起头 只见他眉心紧紧地皱着 似乎在忍受极其恐怖的痛苦 是世心丹的毒发了吧 每到夜深之际 便是毒性发作最为痛苦的时刻 连修罗王都这么痛苦 可见这毒不一般啊 真不愧是从灵尊那里弄来的毒 直接从灰金城出来 没走多远 他显然就支撑不住了 把黄北月放下之后 才亮枪了半步 便倒下去 黄北月冷冷地看他一眼 看着他痛苦的额头上直冒冷汗 却没有打算走近 只是抱着手 冷漠地站在一边 不是他冷血 是他天生就不会对自己的敌人 产生同情之心 我见过你 风帘一背对着他 扯开衣巾 撤掉那些碍事的纱布 黑色的血便一滴一滴地滴在雪上 黄北月心里一跳 手指不自觉地颤抖了一下 一阵迷茫划过眼底 可是还没来得及细想 便听见他继续问 是不是